歡迎收聽Just Talk 焦土客 我是Lucy 對啊對啊 我是豆腐 你幹嘛對啊對啊 因為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呢 你是怎麼說話 你是怎麼說話 最愛我的說話習慣就是喜歡打斷人 OK 我已經體驗到了 每一集都在體驗這種新潮的感覺 所以你回去你家的時候 會聽自己的節目嗎 也不用回去你家啦 你會聽你自己的節目嗎 怎麼講啊 有時候會聽啦 可是常常沒有把它聽完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很丟臉 我有跟你一樣的感覺耶 聽自己的聲音都會有一點怎麼辦 好不專業喔 然後我是有一個 有一個很有心的聽眾跟我講 他說我的然後勒太多了 然後然後太多 然後然後 對我就覺得說我一定要把這個然後 至少改掉一下 不用說全部都不講然後 但是 聽眾就是聽然後然後就飽啦 這樣子 然後聽眾就然後了 對啊 我覺得然後很 我其實也有耶 我然後太多 還有所以咧 喔 這些我 其實跟你對話的時候我都沒有發現 因為畢竟我們兩個是當事者 是在談話的狀況 我們都專心在聽對方講什麼 對 就沒有去注意奇怪 不會意味到自己在講的那個東西 內容是不是會有罪詞 或者是罪字 是 而且我的口頭禪還蠻多我覺得 真的喔 屁啦這種 真假 所以咧 然後 真的假的我也會講耶 真的假的我覺得是台灣人的一個口頭禪耶 對啊為什麼啊 好神奇喔 怎麼沒有人去研究一下 我下次要去follow看有沒有這種文章 對啊真的假的 對為什麼大家都是講真的假 而且現在很喜歡講真假 就是 不想要把那個的省略 真假 喔 以前是就這樣 對 就這樣 這是現在的潮流吧 是嗎 就這樣 這幾年才有的啊 我大學的時候還是 我大學的時候 有可能 對差不多了 就這樣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 就這樣 對就這樣 就這樣 或者是樣子 什麼什麼的樣子 我朋友也在聽我的那個 聽我們的Just Talk的時候 說我很愛講不是 不是不是 還好耶 嗯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兩個在對話的時候 根本不會一直想到 有可能 對啊 不會一直糾正對方的話語 嗯 因為已經變成就是 講話就是 吃飯的一個部分 差不多 對啊就是 很習慣 就會講出來 所以才叫口頭禪嘛 對啊 對啊 而且 我發現就是現在 現在的人啊 口頭禪都還蠻多的 真的嗎 你有去收集別人口頭禪的習慣嗎 是沒有 但是你跟這個人聊天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的 他習慣講的話 像你啊 我 你在節目裡面 你很喜歡講一句話 就是下面這一句 應該這樣講齁 蛤 我真的會這樣講 對 應該這樣講齁 就是好像突然就是 變得很認真 喔 你很喜歡講這一句 自己假裝很認真這樣子 對 你就會說應該這樣講齁 然後就開始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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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聲音有這麼的 重是不是 對 你那一句的 語氣 非常的沉重 對 就是突然不知道講什麼大事 但其實後面是廢話 好可憐 對 你就是應該這樣講 這樣真的會搞不懂 這個人到底想強調什麼 就是沒有內容 開玩笑啦 Just kidding 一見傳奇 沒有是Just talk Just kidding 我真的很想要改掉 就是講醉詞的壞習慣 我要減少我這個然後的用詞 其實我之前在練習上台演講的時候 有特別去專門針對自己語助詞 去做一個糾正習慣 那還不錯啊 對 我以前很愛講然後 蛤那教我教我 我要怎麼 因為我覺得好像 把然後去掉 我覺得現場的環境不一樣 嗯 我那個時候 是在有觀眾的狀態下 嗯 我會 呃我 我會意識到 我要講然後的時候 我會停住 這樣不會聽起來很頓低嗎 就是卡卡的 不會耶 因為其實我就有問過朋友說 嗯 嗯 因為當下他們也是在底下的觀眾之一 嗯 那他們也常常聽我講演講 對 對然後我講一講的時候 可能我在改的時候他們就說 沒有什麼差別 嗯 跟你之前講話有加然後其實沒什麼差別 就聽起來也是順的 嗯 對 而且畢竟那是演講啊 對 才一兩分鐘而已 而且其實有一部分的 有一部分的心理的狀態 大家會放在你的肢體語言 嗯 所以會比較好去把那件事情淡化掉 對 對 而且你如果是在一兩分鐘的演講裡面 你要刻意的把然後減少 應該是比較簡單 對 因為畢竟像我們這個是談話性的節目 對 他就是 就是要有 我剛剛其實很想接然後 哈哈哈哈 畢竟我們是談話性的節目 然後 哈哈 對然後 對你看 然後就然後 對好然後就然後 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減少然後 但是啊我覺得 自己啊 也有幾個沒有改掉 嗯 就是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超愛講 真的 我一直在發表我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 就是 對 好順喔 對 就這幾個字 我覺得就是然後啊 但是不是 對然後我發現 結果大家根本不用聽這一集啊 因為整集都在講罪詞啊 真的 不過大家可以反身思考一下 對啊 你自己講話的時候是不是 罪詞很多 有時候就 不小心就講到 嗯 而且我還有一個壞習慣 怎麼說 我講話太快了 你沒有覺得嗎 那你的這個壞習慣是我的壞習慣的反面喔 對 你壞習慣是講話太慢 哇 我們這種組合真的很奇怪 有時候覺得 很矛盾欸 對 可是好 互補喔 有可能 對啊 我 對啊也很愛你看 對啊 對啊就出來了 其實 我們的聊天風格應該就是很像是在跟對方聊天吧 我們的聊天風格很像是在跟對方聊天 我的意思是聽眾 就收音機的那一發 沒關係啦 不要很像是演講就好了 對演講會睡著 對阿我們的聊天風格很像是跟對方在演講 哇你好會喔 你剛剛是 那就很乱七八糟了你知道嗎 所以你很適合演講欸 因為你聲音很 我覺得很有趣阿 我在演講的場合 自己會把自己 我會超自大 會很欠扁 就是自以為 對可是我覺得那種場合就是要有一點自以為 對對對我覺得 演講就是要假鬼假拐阿 對啊就是要裝槍做事老娘就是最屌 對我演講怎麼樣 就是你知道那個氣勢要出來 欸可是來這邊要收一下阿 我其實演講的時候我 通常都是把焦點放在觀眾身上 所以你會問問題喔 不是我會 譬如說我 跟對方講話的意思 我講一件好事的時候 我拿的舉例會丟給觀眾 譬如說我覺得觀眾 那觀眾需要回答嗎 還是你要自問自答 有時候不需要回答阿 當然不用阿 那回答也太白癡了吧 太累了 觀眾 對啊 欸可是很厲害的那種演講老師 幾乎都是跟觀眾一起互動的 就好像朋友一樣 那種超厲害的 對可是他們的演講老師 他來演講並不是比賽阿 你所謂的演講是演講比賽的演講欸 對啊 跟一般的演講老師是不一樣 演講老師來都講一小時吧 有可能 一語道破 對啊 那你有發現你在節目中 除了不要 不要 太多以外 還有沒有你 覺得自己發現的一個罪詞 我覺得我很愛講說真的 欸對 你超愛 你是說講真的吧 還是說真的 講真的說真的真的假的都是 我也很愛講對 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強調我是 我講的好像很 就是很強調我講話的東西的內容 就會加入說真的 但其實是假的阿 哈哈 沒有啦豆腐都是說真的啦 哈哈哈哈 軟豆腐心 一直誤導別人 對所以是真的 是真的 講真的 對啦我這邊其實有去查一下啦 就是 像我這一種 呃 口頭禪是說真的 其實有一種 會擔心對方誤解自己的心理 然後因此性格有點急躁 內心常有不平 還好吧 你不急躁啊 所以喜歡講說真的 所以他就是內心是比較這樣子的想法 會比較急躁 他上面寫強調 要多希望自己是在團體中可以被認可的 並且得到更多的朋友的信賴 了解 嗯不過呢 我這邊要講的是 我其實有查了很多資料 嗯 他有把很多東西都擺在一起 嗯 就是 不一定是說真的才會有這種性格 嗯 還有很多吧 對還有其他的 然後可能說真的也會有別種的性格 我了解你的意思 所以 不能一語概論阿 嗯 我只是把這個 不能以偏概全 對對對 我只是把這個東西 把它投射出來這樣 嗯 但是我平常聊天 我覺得我在就是做廣播 是做廣播嗎 自己以為喔 你現在就在做廣播 對 好 我覺得我在做廣播的時候 跟平常講話其實沒有很大差別 當然我會刻意的去 比較咬字上 會強調 因為 畢竟大家是聽聲音的 嗯 那只有靠聲音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講得清楚一些 這樣很 對但是平常我咬字就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隨便就是 也不能說隨便就是 比較像一般 聽得懂就好 對聽得懂就好 就捲舌什麼的就是都還好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不過就是如果要做 就是在 這樣意思是 你就天生適合廣播啊 哪有啊 有點開心 被你誇獎是好開心的啊 靠我誇獎你耶 有必要這樣 謝謝 thank you 我跟你講我被客人誇獎的時候也超開心 我知道 你就是很那種膚淺的人 哇靠 你這句不是在誇獎我 嚴重撞傷你知道嗎 被大卡車撞到 sorry sorry 好啦 太好笑啦 那其實 在口頭傘裡面喔 我看到很多文章也寫說 可以適當加入一些 鼓勵自己的話啦 對 例如呢 比如說 還是怎麼樣 這叫鼓勵自己的話 就是 就是加入他 怎麼講呢 還是怎麼樣就是 給別人一個緩轉的餘地 喔喔 對 所以你在人際關係上面 會比較緩和一點 對我覺得這個提議是還不錯的 就你不要常常把沮喪的事情 比如想講說 沒勁兒啊 這沒勁兒啊 這沒意思啊 很無聊這種事 擺在口頭傘裡面 意思就是說 大家講話的時候要正面 真的 你要帶比較多的正面能量 無形中會影響到我們的一些行為 和人際的關係 對 所以多講鼓勵的話啦 對 是不是這樣講吧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這樣講 所以 大家今天都很棒喔 對 這類的 對 所以要記得常常鼓勵別人 然後我們口頭傘呢 不要太 去講一些 比較負面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時間 差不多 就到這裡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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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